台北市長柯文哲 抵達印度訪問 在參觀甘地紀念館時表示 甘地提倡非暴力 主張一旦掙脫殖民 就不需要對以前的統治者進行報復 讓國家平和地走下去 甘地的精神值得大家參考 此外他在拜會印度理工學院 德里分校時宣布 將提供十個獎學金的名額 給IIT德里分校 返台後將尋求企業贊助 設立台印獎學金 提供更多交換學生的名額 台北市長柯文哲率團抵達新德里 展開為期四天的參訪行程 在駐印度代表田中光陪同下 柯文哲首先參觀甘地紀念館 由館長迪潘克親自接待 敲下和平羅 柯文哲對印度盛雄甘地至上崇高敬意 在館方人員介紹下柯文哲參觀甘地 生前最後一百多天居住的空間 甘地崇尚自然不使用肥皂 而是用石頭來洗滌物品 柯文哲看到牆上一句話 簡單是宇宙的基礎後產生共鳴 他認為這也呼應他的想法 用最簡單的心靈面對複雜的世界 隨後一行人到甘地被刺殺迅難處 雙手核實平調 館長迪潘克表示這是他首次接待來自臺灣的貴賓 他認為柯文哲很有紳士風度 且談話完全抓住甘地的精神與哲學 柯文哲另外拜會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 由分校國際長桑吉接待 雙方簽下姐妹校備忘錄 期盼未來促進雙邊教育交流 並推動交換學生計畫 未來臺北市立大學將提供十個名額給印度 印度則提供兩到三個名額給臺灣 柯文哲表示返台後將找企業討論 成立台印獎學金 讓印度來臺學生畢業後可以繼續留在臺灣工作 我們可以找企業界提供一些獎金 然後到臺灣府研究所 畢業就留在我們的企業去工作 這個回去我們再找 也許找電腦工會 我們去找一些企業界來募一些錢 可以設立一個台印的獎學金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指出 臺灣過去幾年在教育投入許多心力 並在許多印度大學設立了臺灣華語教育中心 讓印度人才增加競爭力 未來目標是讓二十三所IIT德里分校 都設有臺灣華語教育中心 桑吉國籍長則表示 今年德里分校的獎學金申請已經結束 也許這項交換學生計畫 可以從二零一八年開始 校方很高興學生能到臺灣就學 也樂見學生畢業後繼續留臺深造 臺灣宏觀電視採訪報導 郭先生 招呼 谢谢大家